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个占果论组啊 英超赛季正式结束了,所以我们今天啊 我跟教育两个人啊,就要来做一下这个 team orc,我们两个人各自选自己的这个team orc 不过我还是把这个话语权交给教育来自我介绍一下 哈喽大家好,我是亚洲红,我的频道组 教育专业黑阿斯纳三百年 小哥赛季,请继续黑吧 我们值得背黑 这我上一集我已经讲过这个事情了 不是就是,我看那个chelsea给那个many city 那个gall owner,我真的是 我想到一次我觉得心酸一次了 这个不是本期的重点 讲到很像你是chelsea的粉丝这样 不是这样讲的啊,就是看到 看到我们自己错过,我们应该获得gall owner 结果变成别人了,心痛,心雷,想哭 我们会选出我们这个赛季的印钞最佳11人啊 然后,真型的话就我们要先制了 就是其实你要替什么样的真型,其实我完全不管了 就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 有时候就是有可能你觉得说,这个赛季前锋 没有多少人踢的多好 或者是,这个赛季很多defender踢的好 你想要用多一点defender可以 没有问题 甚至是你排出来的那个阵型 我觉得还是要make sense一点啊 就是,可能那个人至少要有踢过那个left wing back 或是left back left back可以只踢left wing back right back可以踢right wing back 可是你就是要,你不要讲说 哦,用一个sander back踢left back 就是不要这样啊,最好啦 呃,我们先从守门员开始吧 其实我们守门员内 可是,可是啊,我有一个选项是 是,呃,等下你就知道 我等下再讲 可以可以,没有关系 等下,你只要给出一个合理的逻辑解释 我是可以接受的 呃,我们守门员的选择 我大概给几个例子的话 Nick Pope 阿雷森 然后Bird Leno 然后David Raya 我觉得大概是这四个人 其中一个吧 没有你的Ramsdale 我觉得Ramsdale还是没有啦 我很老实讲,我觉得还是没有啦 你阿嬷竟然聊了这样多 完全没有Golden Glove winner 我自己很可笑,很不好意思 我真的觉得 Dahir 我自己觉得Dahir 没有办法啊 你要放可以 我刚才讲的只是单纯就是提醒一下 你有谁吧 我没有讲说你一定要从这四个选一个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单纯就是提醒一下你有谁吧 你可以选你自己也没有关系 其实我刚刚也是在想 守门这个位置的话 我觉得说 老实来讲 This season 这个赛季里面 都有几个守门有过不错的阶段 很像Nik Polk的话 我就真的是觉得说世界杯之前的话打到很好 可是世界杯过后 纽卡瑟好像每一场都会至少掉一球的感觉 然后我看那一场阿斯纳打赢纽卡瑟在Saint James Park 第一颗进球我觉得说太过第一级 Nik Polk应该要救到那一粒的 然后他没有救到 然后我就在想 真的啊 虽然说我这个赛季过程里面有几次不断的是在尝试的去激怒Ashley去讲阿里森好像也没有多么好 但是真的要讲下来的话我觉得说稳定发挥啊 不要讲说真的很突出的但是稳定发挥的就真的是阿里森啊 另外来讲话我觉得说阿里森是不是一个很underrated很underappreciate的一个守门员啊 好像我们每一次都去讲这一个好的守门员好像都不会去提到阿里森 我不知道我觉得说或许这种防守兴趣的有时候你不注意到他反倒是好事耶 所以我是觉得说阿里森是不是值得去提名一下去讲一讲他 你个人是怎样只看阿里森的 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好像始终都是那种前年老二 不管是在巴西国家还是在营超全部人去讲守门员的时候他都不会被提及的 主要也是因为曼城的防守每一年都特别强 我觉得主要还是这个问题你知道 然后而且我看守门员最近我最近很看了一个数据的话 就是我自己觉得是XG goal prevented这样子啦 然后很好笑的是阿里森每次都是倒数第十名或是倒数第五 没有不是倒数第五名倒数第十名 我这里两个榜单啦 呃两个榜单是用不同的那种XG的那个数据 所以就是会有一点偏差这样子 可是两个嘞这个阿里森都排倒数第五啊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阿里森不是说他守门能力不好 只是他的主要强项还是在于play out from the back 这样子 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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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说我们去判断阿里森是不是个好的守门 我觉得说对他有一点不大公平的东西就是没有错 曼城很dominate啊 不要讲说曼城的防径极好 就讲曼城在比赛过程里面 通常他们都是拿60%或以上的球权来讲的话 其实他每一次面对到对手的打门的时候很多次 不是很多次就是大概率都是对方打反击 是那种一对异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说他没有真正意义上被测试到 所以他没有真正意义上被测试到 所以我们就讲他并不是一个好的守门员 这个有点不公平 通知界也可以讲啊就是因为他没有被测试到 所以你也不知道说他真正的铁花板在哪里 所以我才讲说 Anderson是一个我觉得说蛮争议的一个守门员的选项 因为我更是觉得说如果你真的要讲 银巢Top5的Gokeeper 他绝对是有能力排在这个名单上面 只不过是他有没有能力成为这Top5里面第一名的话 就是我觉得说有待去进一步讨论的 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他的数据也不是说很小 就是像是像你讲的没有错 就是他可能很多时候都没有被测试 然后可是你讲说他面对的机会 大部分都是单倒这一点我倒是不认同 因为这个不是死我觉得没有到这么严重 就是可能有些short出来那种射门可能质量是很高的 所以才会突破这个满层的这个防线没有错 可是我觉得阿里森这个赛季就是一个很好的讲讲就是好像也不对 可是我知道前几季阿里森也是有那种当反带状态很好的情况下 可是阿里森永远都是在那边 我知道阿里森也是有犯错的时候 可是阿里森每每在那种很关键时刻都会有站出来 解救六普的时候很多 我甚至觉得这个season的阿里森当然是因为其他状况其实都比较不好 虽然不能讲说萨拉的状态不好 因为萨拉还是有非常好的这个goal跟access的这个数字 可是阿里森算是很稳定整个赛季都有在表现 我自己也是觉得这个赛季的最佳所缘我自己会给到阿里森的身上 可是我自己单纯还要面称一个close第二名阿就是我的千阿胜二所缘 我觉得萨拉也是富人保击成功一个很大的关键 很好笑的是他就是他因为帮富人保击阿 所以我们可以获得大概5M这样子 这个数字我获这个钱我获得很虚 因为他那时候是讲如果有帮富人保击的话 我们就可以再获得2.5 然后可能下个赛季又再保击多一次又再一个2.5 我就空虚了这个价钱 我们那时候卖萨拉的出去这个价钱 然后现在拿回来一点点这样子 哇然后而且他这个赛季就是跟雷诺最长像我讲 刚才这两个名单里面 HGP里面的里面都就是不用不一样的那个 算法 可是雷诺跟阿里森都是第一名第二名这样子 两个人来回穿差 所以就代表这两个人其实这个赛季已经是 帮自己的球队阻挡下很多可能要被进的进球 所以 可是我最后还是觉得说阿里森还是 就是在最后六普冲刺这个第4名的时候 所以说最后没有冲过第4名 还是失败了 只是失败了 可是 可是 我还是觉得他已经做到他所能做的一切了 所以说最后一场 哇4比4 最后一场是Kelleher 这个是当我没有讲过 可是我最后还是会选择Berland 不要讲Berland 阿里森 我最后还是会选阿里森 我的话应该也是给阿里森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Dyn Henderson没有受重伤的话 我还蛮好奇说 Northia Forest会不会保击保击到这么辛苦 因为我只是觉得说上半层的时候 其实Northia Forest有一阵子他们的成绩是蛮不错 然后Dyn Henderson是一个我觉得说很大的一个因素 下半层你看他赛季爆小的时候他们带进Kelona 我就只能讲很明显 Northia Forest的后方这些都有一点削弱 我个人是觉得说Dyn Henderson下个赛季健康 然后转回到Northia Forest的话 我觉得说可以再关注他一下下 毕竟也是一个一直被媒体高捧的守门银鸡 但是始终没有办法很稳定的看到他的出场次数 所以我下个赛季期待一下Dyn Henderson 这个赛季我先给到阿里森 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有其他的更稳定的人选的 这里我再提一个比较有趣的数据 其中一个板单有Dyn Henderson 可是另一个板单没有放Dyn Henderson进去 因为他替不到我忘记他那个板单是有酸场次 然后才把这些鼠面酸进去 然后Dyn Henderson没有打那个场次 他就没有把它放进去 另一个有了Dyn Henderson 给你猜一下 Dyn Henderson就是这里有27名 我知道他的排名蛮低的 很意外的来到第20名-4.1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自己也觉得他在Northia Forest 我自己感觉上他也是做出很多很关键的扑球 可能还是 我觉得还是Northia Forest防守 还是让他有点让他失望 我觉得不过像你讲 这个赛季他整体下来讲 没有踢 他有没有踢到20场 好像20场有没有是不是 所以快速看一下 没有 应该没有 好吧这样子的话我们就 他现在来讲话你才没有 我印象中也是没有 不过我们就 反正他还年轻了 他下个赛季还会再回来 我们就看下去了 成为人决定了 接下来往下一个走 我们就是两个中后位吧 先 我先讲一下有谁 大概 Vergio 开玩笑 当然是没有啦 Swan Gabriel Arsena Gabriel 然后 Saliba 然后 Tiago Silva Lautaro Martinez Ban me 我这个是念这个 Disandro Martinez Lautaro Martinez Lautaro Martinez 是谁 Lautaro Martinez Lautaro Martinez Lautaro 我知道 Lautaro是有客串 可是 哇你直接选他Centerby 你不 好吧 这是你的选择 反正我是不会阻止你 哎 靠北 呃 我用橙色 橙色代替慢点好 因为我这个Arsena 这个名单还在啊 Sanora 19号 解释一下 我在打这个的时候 你也不要不讲话 Lautaro Martinez 看你是19号 Lautaro Martinez Lautaro Martinez 6号 19号是马人 哦 对不起嘛 今天很凶啊你 你有睡醒吗 你可以解释啊 你不要 你不要在我那边弄手 你又不讲话 Lautaro Martinez 我老实在讲他 除了前面两场来到英超的比赛 还在适应 对上Brighton还有Breadford 那两场比赛 我觉得说 以外的话 从曼联第一场英超拿下 在设立2比1 赢下Niverpuna才开手 我就觉得说 他的到来是让整个曼联的后方线 活过来的起死回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Lisano Martinez Casemiro Rashford Burno Fernandez 这四个人 包括陆秀五个人啊 会是我绝对的曼联playoff the season的候选人之一 我觉得说 Varan很好 或许Varan 见过的大风大雨 比起Lisano Martinez更多 但是Lisano Martinez 是那一个激情啊 他可以燃烧着Varan 让Varan变到更好 我一直都觉得说 Varan并不是那个能够同领好整个后方线的这个球员 他需要一个搭档 跟他达到1加1大于2的这个球员 我就说Lisano Martinez就做到这一点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曼联的这个中卫 是这么享受做防守动作好的 每一次清球过后 Lisano Martinez跟Varan就会激战 然后就会拥抱在前 很像在庆祝进球这样子 我就说 这个是Lisano Martinez带来的激情 他改变了曼联的整条后方线 而至于到Look Shaw这里的话 我觉得说 这个赛季 我一直都是觉得说 哇有几场的比赛 把他放到中午以后 我一直在等 他一定会犯一个很致命的时务 一个天大的时务 但是 你要讲他真正犯的时务 就可能是Brighton那场比赛 最后时刻很unfortunately的 手corner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手球 除此之外的话 Open play来讲 Look Shaw完全没有任何的时务 而且你根本就会是觉得说 哇真是神来一笔 完全没有想到 你可以把Look Shaw 变成一个setterback来用 而且 他感觉上 Lisano Martinez 在防守端上有的数值 Look Shaw都不会输给Martinez 我知道在Martinez受伤过后 这个表现有受到下滑 有受到影响 但是 防守端上来讲的话 Look Shaw完美的填补了Martinez的工作 我们最 致命的一点现在就是 Look Shaw 移去这个setterback过后 我们leftback这个位置 没有太多悬 可以做到Look Shaw OK 这个解释 可以理解 真的是可以理解 只是我会好奇 等下 你leftback叫你要选 所以我等下 等下再讲 我自己的话 我私心话 其实我想要选整个asana defense 没有 没有 可是 asana的season defense 掉出来多过慢连 好像 问题是 这两个人一起的时候 这两个人一起的时候 我们有整个营潮 算是前二defensive record 可是 我直接这样跟你讲 我知道你要讲 Gabriel跟Saliba 可是我老实来讲 在赛季的过程里面 这两个人时不时都有 其中一个人表现不好的时候 以稳定性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到 我目前选的三个人 我觉得说是 稳定性为主 我不会选 特别讲 哇 迪西郑哲打到特别突出还是什么 可是 以稳定性来讲的话 我觉得说 Asana的defense Saliba跟Gabriel 没有到特别成熟 你可以讲 这两个还年轻 之后来日方长 不好意思 我自己更正一下 曼林跟Asana 同样是掉43球 没有关系 这个数字 这里 这个我没有到 因为这个有点 我是用心在讲 不是在用脑在想 所以 可是我最后 我没有要选 这两个人 同时选这两个人 我会选其中一个人 我最后会留下这个人 是Gabriel 不是Saliba 对吧 因为 因为Gabriel这个赛系出场 全部38场的这个英超比赛 Saliba 这个缺针 他的伤兵 你不能否认 你会讲说 你会讲说 哎呀 他 他确实可能说 你不会讲说 可能他再的话 这些球还会掉 可能Asana的系统 已经被摸脱了 你不能否认这一点 他的伤兵 确实是已经 影响到我们这一点 而且Gabriel 我一直都在讲 就是Gabriel确实是有犯错的时候 可是 他犯错次数 其实差不多跟Saliba 是差不多一样的 所以很多时候 全部都在讲 Saliba多好 Saliba多好 他犯错的次数 是跟Saliba一样 可是他打 比Saliba更多的比赛 所以代表Gabriel 犯错次数是差不多的 是算是压下来 是平均的 哎呀 真的 Saliba跟Gabriel 我记得 我记得老实跟你讲 我觉得Saliba Saliba是一个更好的Satron back 这个是你的想法 这个是我的 Tino season 你的Tino season 我记得说 agenda满满的 Saliba必要跟Arsenna sign那个contract 现在在那里拖 这个拖来一个 这个就不是 我一直都想选Gabriel 就是Saliba受伤过 我其实一直都觉得说 Gabriel 因为我一直都会讲 没有人appreciateGabriel 你知道吗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 他妈 只有我们Arsenna球迷 看得到他的付出 可是没有人 全部人都讲 Saliba都好 可是 没有人在讲Gabriel的表现 其实 讲真的 也没有比Saliba差 你知道吗 基本上你可以讲 是跟Saliba是平起平坐 是 Saliba是还没有签约 可是 我根本就没有紧张 就算如果最后真的 他被迫走 我也无所谓 可是 我只是单纯这里 要给Gabriel这个credit 因为没有人给他credit 这是不公平的 你不要跟我讲 Gabriel的Satron back 表现是没有 跟Saliba是不能平起平坐的 我不敢讲说 他一定比Saliba好 可是 他绝对是有跟Saliba 是可以平起平坐的 而且像我讲的 如果你算进consistency 商兵下来的话 该不要出场38场 全部出场 然后另一个 蓝色球衣 我会给他的是Johnstone 我知道他没有替Saliba 可是 因为我中场挤不进他 所以我必须挤他在这边 因为我觉得 他皇军GDM 他替Rightback 他替Saliba 他是完成成功 这个赛季成功 很大的原因之一 因为 他那个位置我不觉得说 有人可以随随便便去去 Bok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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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去哪里 完全没有人提到Bokman Bokman可以滚出去 Bokman没有 根本就没有在我TOP5里面 不能 Bokman根本就 我就会选Laysandre 先猜到Bokman Bokman根本就没有在我这边名单里面 Bokman可以滚出去 Lukecho至少这个season 还有客串这Central back 你刚刚还讲什么 Jones Stone这个season 有打到Central back吗 这个season打了很多是Rightback Rightback Defensive midfield 他确实这个赛季有TCentral back 不能否认这一点 他真的就有TCentral back 而且他可以TCentral back 这一点是真的 OK OK 你的听我的洗身我也不多讲 LFB这边 笑屁啊 妈的 我这个鲤鱼 只要都是你在选我 妈的 我又没有多讲你的TCentral 你一直在那边 嘎笑我的TCentral back 我只是觉得 好 这是你的TCentral back 你没有嘎笑我 这样我也不要 嘎笑你了 我之前讲我的LFB 是Lated Arcade 我可以理解 这个我也是可以理解 这个还是给你多多解释 我自己觉得是 其实有看这个赛季的球迷 其实讲真的 没有什么好多讲了 我觉得说他这个赛季 则是完全打脸一批人了 前几个赛季 买进来的时候 全部就觉得说 这个应该就是 板凳的板凳 替补的替补 应该 在曼城是 要去跟 这个 Laport 甚至Jones 去抢这个Central back 位置 是抢不过的 然后Guardiola 这个赛季 神来一笔 把他移到Laport 然后而且 有时候他会 进来 有时候会推前 他现在在Laport 这个位置 不只是在曼城 打得很好 他去到这个荷兰国家队 也是球队里面的 这个绝对主力 甚至我觉得说 我记得荷兰在 对上法国的时候 那场比赛被晚爆 可是Arkay在那场比赛 表现是非常之亮眼的 荷兰的所有进攻 都要go through他 都是从他这里开始 我觉得说 这个赛季 Nayton Arkay的这个成长 非常非常的巨大 我觉得说 这一个球员 又是另外一个 一开始去到曼城 全部人就讲 这个是flop 这个是水波 不看好他 然后突然之间 第二个席阵 第三个席阵 boom 跑出来的 他的绝绝 我觉得说 比起Grealish 这个赛季的突破 比起Grealish 比起Grealish 没有受伤过后的突破 来得更加的 让人觉得惊喜 和意外 从来都没有人会觉得说 Nayton Arkay 有这个能力 挤上曼城的首发 甚至说在 Canchero 离开球队过后 曼城基本上 没有去想念Canchero Arkay 完完全全的 就是无缝接轨 去接过这个工作 这个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在赛季过程里面 突然之间 要把你首发的一个 Lafback 而且过去这几个季度 打到那么好的 Canchero 拆下 然后临时换一个新人 一个 你可以讲他可以打Lafback 可是Lafback 并不是他最好的位置 直接球员上去 还可以无缝接轨的话 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难得 而且 Arkay 不只是可以打Lafback 曼城现在 大家都知道 最近最后几场比赛 是打 这个3-2-4-1这样子的战术 Arkay 可以内缩成Canchero 可以变成Lafback 甚至说有带球往前场 突破能力 是一个可以 退可守 进可攻的球员 这样子的球员真的是 就是教练 每个教练都会想要这种 多样化型的球员 我觉得Lafback 也是很Underlater 就像你刚才讲的 跟Edison这一点 其实是有一点类似的 义取同工之妙 就是因为 他替他的Defensive很好 所以就 可能他进攻就可能 我不会讲说他很能进攻 可是他进攻能力是不错 可是不会讲说很好 只是就是 这样子的球员 永远就是特别容易被埋摸 就是很多人都会忘记 这球员表现得很好 可是 可是我完全可以理解 为什么你会选他 在这个Lafback这个位置 虽然讲 其实讲真的 我看了数据后发现 好像他也没有替Lafback多少次 可能是 因为曼城这个赛季替 替那个Defensive back 所以他们会把这个Sandback 会把Arkey这个位置 当作是Sandback 而不是Lafback 所以才会这样子 不过 我这边Ting All Seasons 我其实我纠结了Lafback这个位置 我最后是会给到 Janchanko 最后我可能会 你会讲我是有偏袒 可是 主要还是在于说 我其实就纠结在于说 Luxo跟他的肩膀 Arkey主要是因为他说 他是从赛季中间这样子 才 正式身为Fullest Team这样子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好吧这样子的话 可能论出场次 在左边后 以后是整体出场次来讲的话 可能就是在考虑说 Luxo跟Janchanko这样子的这个位置 Janchanko这个赛季 我最后还是选了Janchanko 我还是觉得说 因为Janchanko 进来过后 Luxo可以T这个 inverter fullback 这个system化 而且没有 前面端没有他的手机 讲的我们T很辛苦 因为我们已经 习惯那个战术了 然后那个战术可以T到最好 只是到后面端就是 他已经 我们那个战术已经被摸透过 可能那个inverter fullback 就已经没有那么重要 就是有他没有他 也没有这样严重 可是那个是最后五场这样子的事情 前面那个33场 你还是不能讲说 Janchanko真的是对阿神这个赛季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 Hard defensive 有问题 确实这样子讲 可是这个是我们本来都知道的事情 我们也是讲了很多次很多次 可是最重要的还是他这个组织 进攻这个能力 对阿神来讲真的是太重要了 可是 我对他下个赛季是打上一个满满的问号 到底要怎么办呢 就是 我们真的要完全走inverter fullback 不过 这就留下个赛季再来讲 这里我也没有什么好多讲 去到rackback的话 我自己觉得这个位置是很多人会公认 最好比较好选的一个位置 这个赛季的话 我反倒觉得 rackback这个位置还蛮难选的 我心中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我一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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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开始是给到rackback 可是我在想 其实this season 他都没有 他都已经慢慢的 不再算是绝对的阻力了 然后 Arnold 讲真的 他打这个位置打到很糟 他是在下半层 去到类似于inverter fullback 这个位置过后 去到防守中场这个区块 他的表现才有了很大的提升 整个赛季 放场线这样看起来的话 this season Arnold的表现是不及格的 然后 慢连这里 Darlow也只打了半个赛季的好球 世界杯结束过后 状态上完全垮到完 玩比Saka下半层表现也很好 现在几乎是 可以算是挽救他慢连生压 应该不会被卖掉 但是 也只是打了半个赛季的好球 我想到底 到最后 我可能会给Ben White 我老实在讲 我刚才要讲 Ben White在哪里 你也不提一下Ben White 然后你最后给Ben White 因为除了他之外 我觉得说 this season right back这个位置 没有太多的球 也是特别有亮点 让我印象深刻的 如果 如果阿K那个位置 刚刚我在补充一下 阿K那个位置我不给的话 我可能会考虑给Ben Burn 可是现在我把这个right back 这个位置 我给到Ben White 其实是同样的道理 一个central back 去踢right back 去踢full back 这个位置 我觉得说很好 另外一点 就是我觉得说 他去踢full back 这个位置 很好一点就是 对英格兰国家 对未来有不同的一个选项 还有他的这个位置 你可以让他去打right back 然后CDM这个位置 你可能可以让Arnold去踢 刚刚我讲到 Rook Shaw可以变进来 打central back 的话 英格兰就不用去打心说 哇一定要是 马瓜越配上Johnstone 搞不好你可以 撕开一个Shaw 配上Johnstone 这样子的组合 可能会是一个不错的尝试 我不知道 那个是英格兰国家 对事情扯远了 但是我就只能讲 以我个人对于 Ben White 这个赛季的表现来讲 然后我觉得说 他的进步是让 让我觉得说 阿森纳全部球队里面 眼前最为之力量的球员 我觉得说 这个赛季 他的进步 他对阿森纳的这个重要性 是有一点点 我个人觉得有点点 被underrated 被抵过 因为这个赛季很多人可能会讲 哇 Jaka Pate Jesus 然后Saka Martinelli Zinchenko Ben White 我觉得说 我比较少听到有人去称赞他 这一点我认同 真的是他也是一个很默默 默默在一直在那边支撑我们 就是 可是基本上那个位置很多时候都不会有出太多问题 所以就也是一样跟Ake一样 没有人会提及 因为 他也是默默的 在那边有表现 防守也好 进攻 端上他也好 一开始我会讲说 RT这个 right back这个位置 可能进攻上 会是有一点问题的 可是 他是打脸我 也是打脸我 真的就是我蛮意外 其实他进攻上来讲 还是可以的 还是有交出 我记得是 三个进球 然后好几个助攻 也是有 也是有 跌出一定的进攻的这个数字 因为 很多这种 来替 full back的这种 center back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没有 最后替不出这种进攻表现 Dampen就请了一个 就是 他不能crossing 然后他也不能 他进球的话也是都是那种 counter header 可是Ben White这种进球很意外 还是从right back这种位置 穿上来 overlap 打进的进球 我自己也觉得 你还可以这样子 一般外 可是很好笑 是下个赛季 他可能又回去替Sanabel 目前为止 不知道啊 还有在看啊当然 可是 他这样子的flexibility 像你讲真的是给到英文一个 很好一个选择 就是 突然间 你整个backline 你可以很多这个变化 不过 像你讲 跑篇主题了 就 这就留给之后 我为什么会讲 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很容易的选择 就是 我确实很认同 班外这个赛季在阿神 真的是 踢得很好 没有错 很underwritten 可是我最后最后的 选择 我会选的是 Karen Trippier 我蛮意外你完全没有提到Karen Trippier 就是 我老实来讲 Karen Trippier 这个名字有闪过 但是我觉得说 我不会选 还是因为我觉得 紐卡斯太过 太过依赖他好了 corner他来踢 free kick他来踢 然后 全部进攻过程 就是 球给Trippier 然后Trippier cross in 进去 他this season 他制造big chance 是在营潮名列前吗 但是同时间 他浪费的机会 也是在营潮的这个名列前吗 你可以讲 这种球员大型战 要做这种risky pass 他自然而然 fail的次数也会比别人更多一些些 但是我只是觉得说 紐卡斯如果之后下一步 去增加 增强自己实力阵容的话 也就是说 他们第一个要解决的东西就是 不要这么以来区别 我就说他们太过以来区别 所以 我不选他是因为 他 会拿到很多球权 他表现自己机会 自然而然就会放大 但是他this season 他的这个数据 好像也没有特别好看 我不知道 我没有去认真看 Trippier的 这一点我是可以认同的 就是 很好笑的是 足球是没有讲说 一个球员拿多少球权的这个数据 就是没有去算出来 可是篮球是有的 就是一整场比赛下来 这个球员是拿了多少时间的这个球 可是足球是没有的 所以就是 我们没有办法去量化这个数据 讲说 Trippier到底这个赛季 为Newcastle拿了多少球 可是 你讲的完全是我认同的 我每一次看 一个进球 sorry 这个赛季 在Premier League 1个进球 7个assist 然后 联赛被3个assist 所以这个赛季 是1个进球 10个assist 好啦 我被打脸了 为什么 10个assist 10个assist overall 48场比赛 46场比赛下来 11个goal involvement ok啦 没有到很难看啦 可是 可以再更好 这一点也是不能否认的吧 就是 你还记不记得 就是当初 Arnold跟Robertson双翼齐飞的 那一个赛季 他们是 他们两个人都差不多 印钞都有13 可是 你拿这两个人去跟 其他的人做比较 我觉得说有一点不公平 因为这两个人有一点算是 呃 Wingback版本的这个 尔利哈兰 我个人觉得啦 怎样说 Wingback版本的尔利哈兰 这一点 可以解释一下 我觉得不太理解 要 你看 你刚刚你就会讲到好像 呃 鼎盛时期的Arnold 跟这个Robertson 都有 10多颗 可是你拿掉这两个人以外的话 其他Average的这种 Fullback Wingback 他们的assist的数字 是多少 哦 哦 OK 这一点我可以理解 可是就是 呃 主要还是我想Defend的点 就是在于说 很好笑吗 明明是我选了全球 然后这里我在我在压 全球 然后反正你没有选了 你在Defend他 不过 我觉得是因为说 因为 你不能否认那两年的 那几年的 Arnold跟Robertson 也是两个人都是cross很多 啊 这里我当然是翻不到的数据 可是我可以看到的是Arnold是 2019 2020跟2018 19是两个 还有Robertson两个人都是 13 15个助攻 这种数字 然后Trapier这个赛季明明像你讲的 而且Robertson Robertson跟Arnold 还是没有说完全拿完全部的corner 这两个人还有分 分掉你知道吗 然后问题是Trapier 最后 还是没有打到类似这样子的数字 我就会觉得说 像你讲他真的已经开了很多corner set piece free kick 什么鸟他都开了 然后很多 像你讲 Newcastle进攻季 他们都是 U路都是Trapier来主导的 Trapier在spam那个clock 就是一直在 在传中传中传中 问题是 呃你可能要讲到最后 可能就是 进去里面他人 对啦 进去里面他人 进去里面可能还是不够 可能就这样子 Sala Mane Fermino 可能在最后一点就这样子吧 对比上 呃 好啦 Wilson不错了啦 Essach也是下半层爆发 然后 可是我 我 没有 然后Armiron中间 前面前面赛季有爆发过 可是Armiron是TU扁 然后 左边 前面是有那个 John Linton替过一阵子 可是John Linton 到最后也是他的位置 其实 不是进攻为主 所以他进攻也不是他最重要的这个 也不是他最强的能力 呃 我最后圆了一个圈 我还是成功 不然Trippier完成Defend 不过 确实我认同你讲啦 就是Newcastle如果要往前走啦 真的是不可以一直依赖这个Trippier的这个战术 因为最后一场 我看那个 我看那个 也不是最后一场 第一 刀数第二场 他们对那场 啊 最后被逼一个10-0 那场我看了我讲说 我到底在看了 杀小 哦对不起 我看了杀小 就是一直在spam cross 然后没有人可以黑到那个球 包括是地上球也没有人可以接那球 就啊 这样子到底有什么意义啊 一直spam cross 好了 好了 这里我们讲 啊 讲防守权也是讲完了 哇 讲了真正 来到中场 啊 中场的话 这里就要看你自己的战术 就是 你可以一次直接讲完你的中场的轮选 然后 其实大概这时候你就能证据你的这个 战术是假如讲Trippier 你要替4231三个中场也可以啦 我一开始是4231 两个DN 可是我想一想 我觉得说 他是没有至少怎样子讲话 this season 虽然说刚刚我 我也是讲了 他是我慢连的playoff的season之一 而且是名列前茅的球员 但 但是他好歹也是this season 拿了两张红牌 所以DN这个位置 可是有一张红牌很远 很远没有错 但是还是拿了 我是觉得说 DN这个位置我会给到 Rodri 跟Edison差不多是一样的 就是很少被人家 关注或提醒 this season全部人都在讲 哇 Pate Carson Nero 然后当然被放大检视就是 状态上大幅度下滑的Faminio 没有多少人去提到Wardrip 他就这样安安稳稳的踢着踢着比赛 然后就是 曼城拿下冠军奖 现在是朝三挂王停进 之前就有人这样子形容着Busket 就讲如果你只看整场比赛 你不会看到Busket 可是如果你看Busket 你可以看到整场比赛 我就说这样的形容词可能 用在Rodri 身上会 也是一个蛮贴切的形容词 我觉得说 this season 我老实在讲 我没有多少注意到他 可是确实 确实 你真的要我去调 this season的特别致命的失误 或者毛病的话 其实并没有 他可以this season下半层的时候 不管是疲劳 还是场外的这个事情影响 他的表现在后半段的时候 是有往下跌了的Carson Nero 我觉得说他刚来漫年的初期 表现上并没有特别好 甚至说 甚至说是Mactomo 你把他压在板凳上 直到6比赛输给慢成过后 Carson Nero才开始 坐稳的这个手把位置 然后拿到了几招红牌过后 刚回来的时候 表现上其实来讲 也并没有特别的好 最近这几场比赛才开始 慢慢的重新 因为有稳定的上场机会时间 才重新的找回到 他的足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说Carson Nero this season 这个赛季也是有起起不复的 Roger我觉得说是平稳的 所以我这样子一路选择 你都可以看到 我的选择都是平稳的 都是Consistency为主 Roger是一个 另外两个的话 我把原本Carson Nero的位置 交给Odegaard 我原本是在Odegaard跟Jacques 之间做挣扎 但是最后我选择Odegaard 我觉得说他好像是追平了 赢超重场 没有靠点球进球的这个记录吧 然后我觉得说 你记得是没有错 我觉得说Odegaard this season 他的这个进步 他终于交出了这个大家 在他之前在效力黄马的时期 就期待他成为了那个球员的样子 this season 他被官选为ASNA队长的时候 其实我老实在讲 我真的是跟Gary Neibov的想法一样 就是 Odegaard 我知道他是挪威的这个队长 可是 以ASNA队中 我知道ASNA现在很年轻 但是以队中的这个资历来讲 好像也轮不到他吧 但是我就只能讲他打脸我了 this season 他的表现可以算是 ASNA中场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之一 你看 this season结束过后 ASNA要换 要卖掉 要卖掉 YAKA 唯一一个留下来的就是Odegaard 所以我觉得说Odegaard 是我觉得说会比YAKA更好一点点 YAKA没有错 this season 是他的redemption 算是证明了自己 但是我觉得说 他天花板 就像CH赛季一支 赛季一支 赛季一支在讲的 已经是打到 这个就是YAKA的天花板 他不能够再更好好的 Odegaard 我觉得说他有机会再变得更好 他有机会去跟我的另外一个 midfield的playoff的season 做这个竞争 Kavin De Bruyne 我不用多讲 Kavin De Bruyne 你不用多讲什么东西啊 你甚至你可以去讲说 Gundongan也值得一个shout 可是我觉得说Kavin De Bruyne this season 这个赛季 他跟哈兰spoiler alert 我应该不用讲 每个人一定都是 单见头一定是哈兰的 这两个人的配合太过绝妙了 我还是回到阿森纳客场4比1 输给曼城那场比赛 那场比赛 真的是让我觉得说 哇很惊艳的 不只是De Bruyne 可以助攻哈兰 连哈兰都可以助攻De Bruyne 所以我觉得说不用不用多讲 我的midfield 三个人就是 Roger Odegaard 跟Kavin De Bruyne 啊 其实 你选的人其实跟我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呃 我唯一 呃 这里我就跟你讲几点 我为什么会认同你的 我先讲我认同的点 就是 哇他妈我自己还要自己拉一个 Odegaard 多一个出来 Odegaard 这一点想你讲的 真的就是 不管 加卡 Tier 再好 怎样都好 哇他妈他名字都打错了 干 因为 Odegaard的天花板 永远都会比加卡高 而且他这一年突破他第一个天花板 而且 他这个赛期15个进球8个助攻 在营超不好 在营超不好 我不知道他之后还能不能再继续往上走 虽然讲是有一点难的 在营超就做一个中场有一点难 可是不是不可能 就是可是他真的在往上走的话 哇会很可怕 加卡 完成了 7个进球8个助攻 这个赛期的营超已经是他 过去3-4个赛期以来加起来加中 好几倍啊 很夸张 可是就是你会讲说 啊不可能的 真的 没有人能取代Odegaard这个位置 我一直都在讲 像加卡讲 这整个赛期我就在讲 加卡已经打了天花板 我们要升级 第二升级的人是先加卡 然后 8天目前看起来可能也是会走 因为他赛季往后 赛季的时候后段 状态掉下去不要讲 那些场外事情很多 所以很大可能性真的是要去 加入一个一甲球队之类的 不过我不知道 可是Odegaard 会是我们继续往下走的 这个监队基石之一 他已经展现出 为什么他可以作为一个 阿森纳的这个监队基石 然后很多时候 关键的时候 我觉得很多球员 就是可能 马丁丽稍微状态不好的时候 Odegaard也有撑起来 Saka状态不好的时候 Odegaard也有撑起来 整体下来 我觉得Odegaard 是状态 长期都比较稳定的 比起甚至比Saka 跟Martinari 状态更稳定 因为Saka跟Martinari 这两个人其实很多时候 都是赛季前端 大爆发 然后之后 两个人都有中间 一段时间冷掉一阵子 大概一两个月这样子 然后再重新找回状态 Saka是后期 Martinari是大概中间的时候 状态冷到 可是Odegaard 算是可能 前面暖身比较慢 可是他之后就一直稳定 一直有进球 一直有助攻这样子 然后 串联整个中场 也是非常重要 Arsena其中议员 然后另一个 也是像你讲KDB 我也是 没有什么好多讲 真的是 KDB我一直都觉得说 他可能是 我看他世界杯回来的时候 我看他好像 可能是 比利时太早出局 所以导致他有一点 觉得死亡之外 然后状态好像不好 然后 不好大概两三四场 哎 他瞄的又回来了 这家伙 我完全没有办法讲 真的是KDB 应该是有机会成为 印钞史上其中一个最伟大 其中一个中场之一 他现在状态 这一点 可能讲的有点过早 他有没有超过Darvis Seward 在印钞这个achievement 我觉得好像已经 已经有超过了 因为他赢 我不知道他赢的这个 营钞数量 有没有多过Darvis Seward 可是他的助攻数 金球数我不知道 可是助攻数 我猜应该是已经超过Darvis Seward 所以他的这个 第一位这个赛季也是 在哈兰来到来过 他从上个赛季是 负责金球比较多 可是这个赛季 又在倒转过来了 他现在是7个金球 18个助攻 当然很多时候都是助攻哈兰 可是 你不能否认 他传出来的球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威胁性 直塞球 这种45度传宗球 我每个三季 我们都在看了 真的是很稳定 然后最后一个位置 我跟你唯一不一样 你go for consistency 我go for someone that change 慢脸 我觉得我会 最会给他 是因为我像我讲 我自己觉得他红牌 他怎么spell 我都不记得 干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 spell 妈的 干 不过 我主要还是因为觉得说 他的到来跟Trapier 有一点一样 就是因为你们很依赖他 就代表展现了他 在你们球队多么的重要 他这个防守的stabilitation M.I.R.O. 哈 再讲一次对不起 M.I.R.O. 这个好像是他的真名 我好像是打到他的真名 如果这一个fun fact 我记得好像是因为他之前 好像是在巴西的球队的时候 他那个kidman好像是打错他的名字 然后他穿了那场比赛的球衣 赢了过后 他好像自从就留了这个名字 可是他真正名字好像 好像是刚才我spell这样子CIA 不过这个不重要 我主要还是觉得说 他这个存在 进球助攻速很意外的 还是蛮不错 四个进球三个助攻 还是比通常的这种DM 算是不错 老实来讲 他在曼里 他不是算一个传统的DM 他很喜欢前叉进攻 他很大部分的进球 都是从set piece打进去的 就是可以想到就是 对上超西1比1那场 那一个他的第一分进球 是corner 然后联赛被对上这个 纽卡社的决赛第一分进球 也是set piece打进去的 然后对上这个超西4比1那场 也是set piece打进去的 所以他是我们在这个定位球上面 很重要一个球员 他的这个set piece的整顶能力 定位球的高空整顶的能力 其实我觉得说有一点点被underrated 但我更只是觉得说他表现很好没有错 但是你要我调出他的毛病的话 我觉得说还是可以调出来的第四季 我可以理解你阿里哥们 你刚才讲的那一点就是 你选的整阶段都是consistency 然后我选的比较像是 对我选他 毫无逻辑 没有啦开玩笑 你不能这样讲 讲讲好像也没有错 就是确实有一点小偏套 我觉得Gabriel真的算是小偏套 然后Johnson说我是摆不了他在中场 还是说还是说我把Johnson板上来中场 然后把Cashmere拿掉 哇马子我讲 然后你的salivar就进来了 我salivar就进来了 我salivar就进来了 好我跟你说 我就是这样做 我就直接这样做 我就直接这样做 我就直接把salivar摆进来 salivar argument我刚才已经讲过 所以我就不挑 可是讲真的 我真的觉得Johnson替这个CTM 真的是对于曼城太重要了 所以我就把Johnson擺上来 把Cashmere拉下去了 你肯定是到我把他拉下去了 你蛮意的没有你拉黑你自己的球员 也不是说我拉黑 我就是我 我是会觉得说 他是我们这个赛季最重要的拳击 但真的真的 你也可以看得出来说 他确实是一个已经31岁的球员了的 他的稳定性并不是最好的 他是需要可能四到五场比赛 找状态过后 找到状态过后 接下来五到六场 他可能表现就会很好很好很好 第六场比赛的时候 他可能会累积黄牌 然后竞赛 一竞赛回来过后 他又要需要可能四到五场的比赛去暖击 我觉得说 他已经是漫延这几年下来最好的防中了的 比起Matic 有时候偶尔 灵光炸现一场好球 一场可能又被人家骂到乱的状态来讲 已经是很好的防中了 但可能你可以讲我是年龄歧视 但我觉得说长远下来的话 我们还是需要尽早找一个Casemiro替补 因为曼林的总裁我就很担心 太多这种 已经30岁比 比近30岁的球员了的 不过你讲到Matic 昨天那场Roma对Sovia欧联决赛 我觉得Matic交出一个超级超级好的表现 撑到最后都已经不能踢了 还硬撑了 那一场比赛 他一早早就领了一张狂拍 我是想说你应该完蛋了来GG 我也是这样想 打到加实赛 老实赛他在场上应该超过200分钟吧 包括Injury time那些 这家伙 而且他很老 可是就还是输了 日房夜房加贼男房 蛮奇妮 还有Patricio最后也是 那一球为什么他要踩出先 他留在线上就好 不过这是另一回事 呃前锋 前锋 哎呀三叉这边 让你来摆了 不过我觉得有一个人 一定是全部人都认同了 全部人没有摆他进去 哇你不要跟我讲 你看到硬超这个赛季 真的你不要跟我这样讲 我直接把我自己摆上去 不过我相信你跟我的答案是一样的 可是这个位置就很悬了 因为Harry King 没有打 我觉得Harry King也是值得被踢进去 可是 是没有错 我很认同你这一点 Harry King很值得被踢进去 还是我们就直接打一个4-4-2 diamond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哇其实讲的如果真的要照逻辑上来讲 其实这个我们这个位置其实是最难替的 我很认真讲就是这个位置会是我们最难替的地方 前锋三叉这边 哇 你讲啊 你讲啊 我老实在讲哈兰确实是打破了这个 这个隐潮的这个单赛季进球记录 他破坏了很多的这个记录 打破很多记录 但是真的啦在这一支 特朗里面 你要在一个赛季 在这样子的特朗里面打进30个进球 难度是比起 哈兰在曼城打进36个进球还要拿 Harry King真的是像你讲 这个赛季也是默默的在这边进球 可是因为 是不是成绩太差没有人care 真的是太了care 30个进球耶就是比他上个赛季赢 那个也是上个赛季 他已经是第二个季生 打进30个进球都没有办法拿下高登部 之前就是沙拉那一年 所以确实我认同你 Harry King确实应该进来这个位置 我也是会摆Harry King啦 我有讲我的是Harry King吗 我摆我摆 好啦好啦我给Harry King 我把哈兰剃掉 我给Harry King 我看在我看在 我看在他还有机会来吗 连球人底下的话 我bias一次 我把Harry King 拉进来取代掉 二零哈兰 我的左右两个边风 很shocking 没有Rashford Martinelli跟Sara 哇哦 Martinelli跟Sara 嗯 好的 哇流布 啊我也不知道你这里要讲 讲 不过我就交给你 我才是你的 Go Martinelli我上周的这个战国论组 我就讲了的是 阿森纳前线三叉戟上面 整个期间表现下来最稳定的话 我觉得说是Martinelli 比起Jesus在受伤之前 已经就开始陷入的进球荒 再到Saka 下半层赛季 阿森纳需要他站出来的时候 好像 也没有多少个进球或者助攻 来讲的话我觉得说 Martinelli 是唯一一个阿森纳前线三叉戟 是扛着这个压力 压力越大 越踢越兴奋的球员 所以我觉得说 Martinelli 绝对是值得去入选这个位置的 Rashford也是值得一个提名 毕竟他一个人扛起了曼林的这个进攻线 当然我觉得说 Rashford下半层的时候 在对下Averton受伤过后 他的表现 可能你可以讲他带上上场还是怎样值 就出现到下滑 最近几场的表现并不是特别的良好 Mohama Salah 这里我就是 我觉得说我还是要给他一个 也不是我鼓励 就是也是变相的跟他讲一声sorry This season 我一直在嘲笑他 哇 你几叉几叉 可是你看这个喜者打下话 19个进球 13个助攻 他进球跟助攻都是达到爽位数 这一个就是我没有办法 就算我多 我多么觉得说上半层的Sara 多么差都好 我都是觉得说你必须要去给他一个肯定 没有多少个球员 在这个营潮可以达到进球跟助攻爽位数 而且是在 在这样一支的Liverpool 没有中场 几乎没有中场的Liverpool 来讲的话 他要做到进球跟助攻爽位数 并不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情 尽管Liverpool过去这几年很会慌 但是在这样一支相当弱迫 正处于这个换血阶段 清皇不及的球队里面 仍然可以算是保持住自己的水准的话 我觉得说Sara值得入选这个Family League 我的赛季最佳11人 好了好了好了 到我了 稳定11人 看到了 稳定11人 理性11人 可以可以可以 你绝对可以这样讲你的 我的 哇 这里 这里应该是到我要被抛红的时候 我刚才已经讲了 我会选哈兰 然后跟Harry Kane 因为 像我也是很认同你讲的 就是 虽然Kane没有要来阿森的意思 我没有要Bias 这里没有要Bias 可是 你不能否认这一点 真的是 这个Sports到底有多差 绝对是这个几个赛季来最差最差一个Sports 可是 Harry Kane靠着自己 撑起这个Sports 30个进球单赛季 也是很夸张 如果没有哈兰 Kane早就已经拿过了 可是 这个世界没有如果 哈兰就是在那边 像你刚才讲也是 沙拉那个赛季的时候 也是沙拉在前面 Harry Kane也是拿不到Gorlombu 可是虽然讲 Gorlombu已经都在讲 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他已经赢过好几个 所以他也不是很care 可是 这个credit还是必须给Harry Kane 然后 Earlene Harland 这个人 不是这个人 这个人是外星人 所以我就 我也不多做讲讲解 就是他 进球太轻松 XG这些什么 全部都打包 全部 还over perform XG 这个才夸张 我知道 他是有射点球 可是还是很夸张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使用他 这个赛季的表现 就是 看他下个赛季 有没有办法继续 再 stay fit 然后继续 他可能就是 Hairie Kane 多两个赛季 多两个赛季 就追上 我不知道 他可能真的会 因为这个金球记录 就真的是选择留在 Spurs 我觉得说 圣在Real Magic 如果要把他带去洗脚的话 好行 你就去 我老实在讲 这个Summer 是我觉得说 Hairie Kane 最后一个加门半年的机会 30岁加门半年的我可以接受 31岁加门半年的我可以接受 我只差一年 可是这一年就很关键 30岁你已经觉得说 还OK啦 31岁就觉得说老 太老 可是他确实已经是开始速度越来越慢了 这是一点 你不能否认一点 速度从来都不是他踢球的强项 他只是不要 不要转滴下来就可以了 可是你不能否认一点 是他的速度确实是变慢去了 他确实以前有更多的速度了 他刚开始在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 是有更多的速度了 逐年降低这一点 因为他的受伤这一点我是有看在眼里 他受伤 他已经连续两年全情了 2-3年是全情了 行行行 我最后一个 听我先这个位置 讲完就可以 就可以画下这个据点 我们这个听我先 我最后一个位置是 谋萨拉 没有阿森奈任何风险权 呃 主要还是说 萨拉也是一样啊 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standard方向高了 萨拉 主要是说你看下去的话 萨拉跟这个马丁 两个人出场的这个时间 其实是比跟莫萨拉是差不多的 可是莫萨拉还是交错了 比他们两个更好的这个数据 所以我最后最后还是说 选择莫萨拉 这个梗萨拉 这个梗可以 这个梗可以 可是就是我还是 而且我觉得说 萨拉真的是最后 虽然讲 萨拉最后 最后是没有拿到Top4 可是他还是坚持 带脱的这个 萨拉拉最后 在社交媒体上面 萨拉最后 我最后最后这边摆出来的是一个 确实是一个示意示意的 Diamond的真心 Hurriken在进攻中场 然后 莫萨拉跟阿林哈兰双前锋 然后 跟各位重新讲一遍的 就是听Podcast 有可能就是没有用 看不到我们的这个营幕的话 我的守门员阿里森 双中后卫就是Gabriel加Saliba 然后 右边后卫 左边后卫 Zinchenko 三中场 Old Guard Johnstone跟KDB 郊爷这边的话是 阿里森 守门员 然后 右边后卫 Ben White 左边后卫 双中后卫 Lisandro Martinez 然后 房中是这个 Rodri 进攻中场 KDB跟Old Guard 左边风 Martinelli 右边风 萨拉 还有前锋是Hurriken 没有哈兰 好啦 我讲的 我这样子跟你们讲 我刚刚就讲了 各位 凭良心讲 在这支Sports 里面打进30个 进取比较容易 还是在星光璀璨 每个人帮你喂球 哇 这个Greelich 喂食你啊 Bernardo Silva 喂食你啊 Gundorvan喂食你啊 Kevin De Bruyne 喂食你啊 Bill Foden 喂食你啊 你你要怎样子去跟这两个人做比较 哈兰确实是外形的 确实是变态 但是你看看 南大Hurriken 就不变态吗 在Song Hyo Min 这个赛季状态大跌 在这个Richard Leeson 花了60Million 打进一颗进球 在这个Kurusevki 受伤 然后又状态上起步不定 Lukas Mora 早就已经是Depwood 这个情况底下 30颗进球 单单 硬超 我知道他Champions 这期间只打进球啦 还蛮糟糕的 但是 这样子球底下 30颗进球 这个东西也是 也算是有一点点反人类 如果你要讲 哈兰是外形人 这一个Hurriken 应该就是有一点点超能力的超人 所以我最后还是有Hurriken 在我的这个Timo西人里面 不过 你们当然就可以在留言区 跟我们讨论你们的Timo西人 其实我是蛮好奇 各位这个Timo西人 当然我相信很多人 一定会很多人很不认同我们Timo西人 因为我去看了大部分的Timo西人 其实我们两个的Timo西人 都是可能三叉以外 还有中场以外 其实后方线 其实讲真的后方线 我们两个人应该会 跟很多人很不一样 我只能讲讲 我看了很多人的 Average来讲 我们很多个 没有人 没有人会出现在其他人的球队里面 我们的 都有出现在我们球队 不过 你有你的理由 我也是有我的理由 不过我觉得我们讲Timo西人 也是讲的差不多 最后 这个一个小时后 讲完Timo西人 我很兴奋这一环节 我们要来打脸自己赛季开始的时候 这个 我们这个Prediction 等一下我先把这个拿掉 放上来我们这个 第一 这个赛季第一集的这个时间表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到 应该是看得到了 教委你看得到吗 我们先来讨论一下我们这个Prediction 就是 谁要relegate啊 谁要top4啊 然后谁要冠军这个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来讨论我们这个 most improved player of season 或者是flop of season 这些这个讨论 这个等 因为没有在这个时间表上面 所以这个我就留 等一下我用讲了 来 先来讲几句 我们大错特错 四个 一个人讲一个 一个里面狮子修队 没有半个人讲中班子 我们这里选出来的是Brandford Bormuth Fulham 还有Wolf 一个都没有选中 To be honest Wolf已经是要relegate了 只是Lopateki救了他们 是啦是啦 Bormuth的话 就真的是大叠眼镜 Gary 你也是救我他们啦 最后最后说 然后Brandford Brandford 我记得我那时候已经讲了 我是完全 对啊 完全是以这个2nd season syndrome 当年的这个 Sheffield United 这样子的心态去看 看正Brandford 因为上个season 我记得在 在这个 Irisson加盟他们之前 他们的成绩 已经是开始往下跌了的 确实 This season 又打脸我了 But we'll see 我觉得是 Ivan Tony的这个爆发 让他们稳定下来吧 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Ivan Tony的话 其实他们 封线上是有问题的 然后Ivan Tony现在是会 会竞争最久 讲八个月 讲归讲 可是 Ivan Tony没有上场的几场比赛里面 Brandford的成绩好像都是打到很好 而且进球都是持续的出现的 我觉得 Brandford 这里更多的是体系 并不能讲是 这个 单单靠置Ivan Tony 你必须还是要给 Thomas Frank一个肯定 这个是认同 这个点我是认同 可是就是我会觉得说 你在已经确定保际的状况下 没有压力的情况下 你退一跳的足球是比较容易的 你看阿世 最后一场已经无忧无力了 5比0直接炒掉对手 我知道我会写4秒1T的意思 可是 我想讲的就是 没有压力的情况下 你的球员比较容易表现 就是那时候 Brandford已经确定保际了 没有差 所以就是他们可能在可以 往前一点 一定 你没有压力 你就讲 可以 可以随便T 可以随心T 无压一身 可是也是有球队 就是像你讲阿 狼队阿 没有压力阿 可是 就CRUMBLE阿 不一定有 不一定是 一定说没有压力球员底下 就T的好 然后 没有压力球员底下 就不会崩盘这些东西阿 我就直接讲阿 那时候我会写Brandford纯粹 就是为了争议 为了冲击点GD而已 我知道 如果我讲 BORMALF阿 还是其他的 这些球队阿 谁要看 当然 如果你看到FORM 你想 Brandford见几热门 这家好像讲什么东西 点进去看 可是你 你也是有你的理由阿 你这个2nd season 这个syndrome 我确实是可以认同 而且像跟你讲 上个赛季他们走后段 确实状态很不好 这一点是全部人是有目共睹的 我觉得你这个是可以 可以make sense的 只是就是 结果这样整个类向下来 最接近将决 我觉得真的是狼队 就是其他人其实讲真的 FORM 好吧 BORMALF也是第二个 可是就是 像你讲的 BORMALF是全部人都觉得他们会第二十名 结果他们 靠着Garry 把脸打到我最痛的 真的是FORM 我还记得 上一季开始前的时候 我还跟Ashley讲 哇 如果FORM的主帅是 这个Scott Parker 我还有一点点信心 Marco Silva 直接在Edmonton 带到什么鸟样 结果 我嘴巴现在 腫了不能再腫 我脸 腫了不能再腫 我不否认 我不否认 这个Poliniya的到来 帮助了他们的 这个中场很多 但是还用活了 Mitrovic 终于在银潮赛场上面 看到Championship的Mitrovic 然后 终于在银潮赛场上面 再看到当年在Chelsea的William 还有终于看到 这个Poliniya 就是刚刚这个CSU 是大概有讲到的 乌鸦一身情啊 帮助FORM踢球 跟邦曼连踢球 是完全两个不同的 这个压力 所以他可以更放开一点 去享受自己的足球 Poliniya这个赛季表现也是 FORM这里表现不错的球员之一 所以我觉得说 FORM是打连我打连到最痛的一支球队 我觉得最后这个Berleno这个帮忙稳固的防守 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因素 可是就是种种因素加下来真的 Marco Silva这个赛季 绝对deserve一个credit了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讲过他们这个降级区 这个打连这边 来到这个前四吧 前四这边 其实讲真的 我override讲啦 我认真来讲 其实这个赛季你看到这个降级啊 其实根本就不是我们的这个position有问题 是单纯这些球队都是自己傻逼 Soulhampton是我们可以猜到的 可是 你跟我讲leads 你前面的时候跟我讲leads 就会降级好吧 可能还是看到一点点 可是你跟我讲lester会降级 你会相信吗 你会讲得出lester会降级吗 赛季开始的时候 我记得lester那时候我自己个人的排名lester也是蛮低的 lester跟lis我是觉得说是可以侥幸逃过降级的 但最后掉下去就只能讲 我们过去这几周也是讲了啦 球员都完全没有心要打比赛好了 球员的想法心态都是我们降级 我们可以转回去别的球队 搞不好可以拿到更好的薪水 搞不好可以转回到更加有雄心的俱乐部 为什么还要留在小小的lester lester的球员的心态我还可以理解 可是leads的球员 虽然讲最后samaladais是带出有一点 还是有打出一点激情 可是这些球员到时候水会摇 我是没有觉得多少人会摇 现在leads的这些球员 不过这一点就是留下个赛季我们再来看 我们这里真的可以往前走去讲前四的这个prediction了吧 阿斯尼、Spurs、Chelsea、曼联 诶 二中四 我 在 Chelsea 这里 我没有要认领 甚至曼联这里我也没有要认领 因为我记得Chelsea我自己的排名 我是把Chelsea放在第五或者第六 所以要说最后 确实也是差很远 Chelsea第十二名 可是我记得我赛季开始的时候我就讲好的 Thomas Tuchel很大可能性活不过这个season 这个是我觉得说 This season我最准确的预测啦 然后曼联这里的话 我觉得说有一点让我大跌眼镜 我觉得说曼联这个season 要不就是一股做气冲上去 要不就是跌到跌下来 跌下审坛 然后他们确实是冲上去 然后在最后时刻又跌下来 其实阿斯尼跟曼联 阿斯尼跟曼联 This season已经是进步很多了 阿斯尼从第五名进步到第二名 曼联是从第六名进步到第三名 我们各自都是进步了三个排名 已经算是很不错的进步了 Totland这里的话 我就只能讲 Conte作为他们主教练 应该很多人都可以预测到 这个结局是什么 最终这个结局也确实是跟 所有人预测一样 因为Totland的老板不愿意花钱 Conte不爽 闹烦 然后离开 Totland的成绩 从此一泄千里 我一开始还在想说 对 然后我一开始还在想说 如果曼联这个season 还是不够稳定的话 敲锡会跌出去的话 阿斯尼如果不是大吉是大弱的话 Totland应该至少可以 勉强的靠着Conte的指教能力 勉强的保在前市 但是最终肆以愿为 Conte走了 然后Totland就直爆了 不过 Stellini Rion Mason 最后最后 最后Rion Mason也是 带不出 带不出 这个索语篮 就是完全踢了一塌糊涂 我 是不是 是不是没有多好讲 最后这个冠军 这个热门这边 很多人应该 都会这样猜吧 赛季开始的时候讲说 曼联跟Leo布会 Fight到最后 结果 我们完全看不到Leo布在追 这个冠军的影子 这个赛季 我就只能讲 Leo布这个赛季有几个球员的表现是让我完全的失望的 Fabinio是一个 Vandai是另外一个 然后 Arnold 在right back 并不是特别好 像我刚刚就已经讲了 他在下半层 最后几场比赛 移序中场 这个位置的时候 表现有了很大的提升 但我觉得说 Liverpool原本前进Darwin Nunes 就是要去 冲这个冠军的 但是Darwin Nunes很明显 感觉上 提早一年来到Liverpool 这个赛季 他都是大部分时间在尝试去 适应Liverpool的战术 甚至你可以讲说 到赛季的维生阶段的时候 他都还没有完完全全去适应Liverpool的战术 Jota回来过后 Jota直接把Darwin Nunes压在法登席上 连 这一个 东窗才加盟 这个Liverpool的Koudi Gakpo 已经找不到自己在Liverpool 首发定位了 然后 Darwin Nunes 好像还是找不到自己的定位 变成说 现在Darwin Nunes 在Liverpool的组境 有一点点尴尬 可能他不是绝对的首发 已经是这个 把登席上来的选项 我觉得说 当初 Liverpool用 好像是 80M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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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M左右 把他签进来的时候 差不多 并不是预计这样子的结果的 所以我觉得说 Darwin Nunes 我并不会讲他是Vlog 他整个赛季打下来 数据还是可以去尊敬的 蛮尊敬的一个Stats 但是他MISS掉的Big Chance 也是太多 太夸张了 所以我觉得说 Liverpool 他们的崩盘 我觉得 没有人 预料得到 没有人想象得到 但是 我觉得说下个赛季 我跟Garry Neveld的想法是一样的 很大可能性 可以跟曼城去做 直接对抗的 还是Liverpool 多过于 下个赛季 阿森那继续去 逼宫曼城 至于曼城这里的话 我赛季前就讲了 这个赛季我觉得说 曼城拿欧冠的几率 是大过拿兵超的 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候 就已经讲 在这个过程里面 也是一再的提起 我一直以为说 你前进了哈兰过后 你的进攻端上 确实有了一个支点 但是同时间来讲的话 你的这个进攻 会变到相对的弹调 在上半层的过程里面 我们确实也是看到这一点 曼城似乎还在想着说 要怎样去改变自己的替法 去迎合 这个哈兰 然后他们上半层掉了很多的分数 下半层的时候 他们战术稳定下来好的 OK 我们找到哈兰的定位 我们也告诉哈兰说 你不能够只是 在进群内等着位置 你可以在下半层的时候 看到哈兰更多的弱位下来 跟这个Kavin De Bruyne 有这种一推一进的 这个配合出来好的 然后Grealish这个赛季的 复苏这些东西 都让曼城的成绩 开始稳定下来 当然最后Kavin可以拿下银巢 我觉得说还是要回到阿神那这里 就是240多天在银巢防守 赶得上阿神那脚步 然后进而返潮 然后拿下银巢的这一个冠军了 这一点是我非常非常认同 就是确实是没有这个赛季 没有人会expect到 Leobo会crumble这个样子 因为没有人会expect到 就是Fabinio跟Vandai 会退化江朵 这个赛季我觉得是一点是 全部人会认同 所以就是全部人讲说 惨了 可能是时候要取代Vandai跟这个 还有这个Fabinio 然后当然Nunes我觉得是 很多人 大部分人都是expect Nunes会有一个不错的赛季 可以跟哈兰抗衡 结果 他的那个哈兰这个车尾 都看不到 这个Nunes 所以才会导致 我觉得就是像你讲的 就是Gagpo 然后东窗加入才找到 都已经找到这个状态 可是Nunes 还不知道自己的T5 还是Tstriker好 之类就是 会是下个赛季的功课之一 然后也是一样 另一个东西就是 战术被看破 China Alexander 然后这个点也是 到二三月 然后才转替这个防中 这个位置的话 已经是很有点慢 没有到二三月了 没有没有 不是不是二三月 甚至更迟一点 三月底三 好像三月 三月底四月头 最后几场比赛 然后才开始去打 那一个inverter的这个whoop 至少我个人的认知里面 可能如果whoop 看比较多 比赛 会更了解 我不很记得 因为我今天又缺了这个apt 所以其实也是 我对这个没有什么印象 不过 总之是火视觉 我想讲的就是 这个战术 换的有点太迟了 这一点是真的 就是你不能放这一点 Club就是一个很固执的这个主角脸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 他认定他的战术 他就是 我就是要这样子打 我不管说 我有没有足够的球员 可以去替我要的战术 我就是这样子打 然后等到赛季真的要崩盘的时候 他才甘愿换过来 之前 在这个vandai 收中山的赛季啊 里面不几乎没有人可以 我喜欢底下 他也是等到最后几场比赛 他觉得说我一定要换的 我不换 我不放下我自己的这个坚持的话 我真的是没有机会去拿TOP4 他最后换了 然后最后 最后时刻冲上来 然后 才拿到前四 这次 我觉得说他换到太慢了 再加上 曼联跟纽卡西纹的虽然说在最后几场比赛状态都出现到一些下滑跟不稳定 但是靠着整个赛季放长线来讲的话更为稳定的发挥 最终还是有办法去制止住Liverpool后来沮丧的这个机会 成功的把Liverpool挡在前四的这个大门以外 我觉得真的是要看下个赛季 真的是要怎样编这个战术 然后找到这个Darine News这个新的这个定位 然后中场的这个替换呢 就是我相信这些的话 那我们Eater之后赞孔龙主会讨论了 要不然就是Ashley自己的这个 他们这个频道会讲到我自己下面 虽然Ashley也没有上来 可是我还是有帮她打广告 资讯栏下面 你有兴趣的话要看六部这种东西可以去追踪一下ABT主坛 呃 曼联的话这里其实我不用多讲了 就是我已经讲他们 吹捧他们 吹捧了大部分的这个时间 然后最后这几期前几期我们也是一直很讲 讲到这个给这个瓜帅这个respect credit这些我已经讲到不要讲了 不过最后的最后这里 如果讲阿尔森的话就我之后再做一个赛季的这个总结 我自己再来谈论这个我自己再来谈论了 然后我们这里最后最后要来复偏呢 就是我们这个most improved player 就是可能会爆发球员 还有这个flop of season的这个signing 当然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就直接去找一下我们这个 等一下我这里为什么是 为什么会打SE啊 这个应该是S2了吧 我才发现我打错吗 过一年我才发现我打错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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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扯远 我们就是先聊完这个先 行行行行 因为我讲真的我已经忘记掉我可能爆发的 谁跟最失败的签业是谁 我只记得我最成功的签业是 但是我必须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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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的最好的最好的比赛 是狼队的Pedronetto 结果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收伤 所以这个是打脸我的地方 然后我的flop of season 这个地方是我猜对的地方 Kolibaly 我既然讲对了这一点 可是那时候交友也是 disagree的 因为交友讲说 从其他联赛来 他在Napoli应该是 deserve respect的 然后 可是他来Kolibaly 其实讲成前期的时候 刚开始来的时候算是不错的 可是就是慢慢的是 其实为什么你会觉得Kolibaly 最后赛季会越替越不好 因为我其实觉得他没有做到很大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算是还可以的 可是就是他莫名其妙最后就被drop到 然后他甚至是直接把他的位置los给这种什么Chalaba 他反应能力太慢了 英超turnover很快速 Casemiro刚来到慢点的时候也是讲 英超在这个球权转换上面 是比起在La Liga还要快很多 他自己一开始来的时候 他都感到惊讶 觉得说哇英超球速很快 转换的这个速度太快了 意大利我们都是在讲 还是始终是一个比较防守为主的脸色 虽然说这几个赛季意大利 进球的这个数字有开始提升 很多进球大战出现了 但是我觉得说Kolibaly 整整大半个生涯在这个 意大利踢球的话 嗯 不适应营潮吧 这个赛季 就当作是给他去适应营潮 但是已经31-32岁的学员来讲的话 如果下个赛季他继续留在Chalsea 我觉得说 嗯 就算给你适应营潮 你好像也没有 不可以用太久 是不是更更应该把这个机会 交给这个 Vasifofana Bewa Badishelli 甚至说Levi Colwell 这些年轻一辈的球员 然后让Tiago Silva 带着他们 会是一个更好的选项 会是一个更好的选项 现在有传闻讲 这个Chalsea Chal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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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满了 真的是 你要看 当Lukaku Gerud 这样子的 FORWARD 可以在意大利 赤炸逢 就可以知道说 意大利的standard 在哪里 还有这个Jekko 不要忘记 Jekko 然后 好啦 我们这里下一个 Chalsea 这个 呃 MOST INPUT PLAYER OF THE SEASON 还有这个FLOP OF THE SEASON 我 我记得 我的MOST INPUT 我 我应该不是 不是讲Jedden Sancho 我有点心情 我现在好像 记得我好像是讲Jedden Sancho 没有错 你讲Jedden Sancho 好 我没有话要讲 我没有话要讲 我老实讲 讲真的 对Jedden Sancho 我已经是 基本上处于半放弃状态 我到现在 我还不敢相信 我们 自己overhigh了 这个player overhigh了两年 我们追了两年的window 然后拿到这样子的player 然后 他在final day的进球 才终于让他在 进球数据上面 超越了Harson Edoi 在Chelsea 这几年的这个进球记录 如果你真的要总结来讲 为什么Jedden Sancho 会FLOP到这样子 你可以给一下你几个原因 这样子吧 在Anthony进来之前 他在right wing这里 在precision的时候 是打到蛮不错的 Anthony进来过后 他的位置被丢到left wing 没有错很多人可以讲 上个season 他就是right wing打不好 才丢去left wing 在left wing 有打了几场好表现过后 所以才让他一直在left wing的 但是这几场比赛 你看Anthony对上Chelsea 那场比赛受伤过后 Jedden Sancho回归到right wing 打了一场半的比赛 一个进球一个assist 这个东西就摆在那里了 我觉得说很明显 Anthony的到来 有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Jedden Sancho 但是当然曼联这里自己本身也是要去检讨一下说 Jedden Sancho这样子的类型球员 我们正宗有没有球员可以去凸显他 我们需要的球员可能啦 我个人是觉得说 是一个可以跟Jedden Sancho打一二配合的人 可能vanderbeck是适合Jedden Sancho的 就是我拿球 我把球传给你 我然后我往前跑 然后你马上再把球传回给我 打one two配合 然后去拉space去制造空间 但是曼联这里其实没有这样子的球员 Jedden Sancho 我不知道说是不是 因为这过去一年多 曼联成绩太过糟糕 影响到他的信心 他的盘带能力 突破能力在隐潮 我觉得说蛮糟糕的 每一次看他拿球 没有太多突破的能力 突破的欲望 所以如果你现在告诉我说 有一个球队 所以出30到50 million 卖Jedden Sancho 我卖不卖 我可能跟你讲 我会考虑卖掉 我会更愿意把这个机会给到 Palestri 阿曼迪阿罗这里 我老实来讲 我真的会考虑 可以理解 因为阿曼迪阿罗这个赛季 在三的人 踢得这样好 下个赛季应该是准备 要回来 F20秒了吧 是不是 也不一定 要看preseason走到这样子 当然还有这个Palestri 也是这个赛季 就是算是怎么样 就是突破 没有人expect他会有交出一点东西 可是他每次替补上来的时候 总是可以让全部人的眼前为之一亮 数据不大 数据库不大 但是就真的像CF想的话 每次替补上来都有亮点 flop of the season 我是给谁 我记得我好像有讲到 如果Deyong 如果Deyong会来曼远的话 他会是flop of the season 对 没有错 确实是你讲的 可是Deyong没有来 对 可是你还是讲对 你的flop of the season 是Westham的Skamanca 确实是flop掉 确实是flop掉 我这一点我是问同 对对对我记得 我突然间想到了 我讲Skamanca 是flop of the season 然后FPL第一个星期 就把它买进来 你就会占好你的立场 不过 我不来讲 你还是讲对了 Skamanca 来曼远 我才们讲真的 就是我觉得他们上赛季 为什么会跳这样差 跟Skamanca 好像也是有一点 脱离不了这个关系 甚至他们东窗的时候 还去买来Deyong 你就代表Skamanca 这个前锋 到底是Double 被rapped by David Moyes 不过 我觉得也是没有什么好多讲 Skamanca 前面好像有交出一点东西 我前期上 我有看到我觉得好像可以的地方 可是最后 直接消失了 直接坐在板灯被冰着 有没有踢到 然后来到 哎呀 很可惜了 就是如果AVT 有那边的话 这就比较有趣一点 可是他 其实讲真的每个人都是 讲两个中一个 所以五十五十 所以不算到带查 其实也是一样 其实 最好的 你要讲他有进步 我不至于觉得说 他有进步 我反倒觉得说 你真正要讲 有进步的话是Curtis Jones 这一点 后半段就变成 变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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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老实来讲 长远来讲 长远来讲的话 我不觉得说Liverpool的这个阵容里面有他的位置 他如果可以接受自己做Bench Player的话 因为我到现在都是觉得说 他的定位很模糊 没有说 这个season有比较 这个season有比较安稳一点 把他移到Midfield那里 可是如果你这个Summer你要买Cornet 如果他不接受做Batter 他也就只能离开Liverpool 不知道 我觉得他这个赛季也是提供右边风 右边中场 就是还是有点换来换去 还是找不到自己的中场 现在那个Fabio Carvalho被放弃了 就剩下他 当然还有Curtis Jones跟他竞争 可是 像你讲 他真的这个赛季我也是觉得没有进步到 然后 Ashley的这个Flow 欸等一下等一下 这里 虽然讲他自己提出来是Havier 可是他在 我不知道是Isaac讲的时候 还是你讲的时候我忘记了 他还提到Anthony Martial 我不知道他是开玩笑还是认真的 我忘记 我看到语气好像也没有多到很开玩笑 就是有一点 一般开玩笑一般认真 这样子 可是Marsial也是 Marsial你有讲他是Flog吗 我不觉得Marsial是Flog 你看他的 我知道他过去三个季节 在Premier League才可能打进十颗金球 过去三个季节 在Premier League的总结 打进十颗金球 我知道很糟糕 可是如果你只单单看这个季节的话 他的Goal Permit 应该是领别钱包了吧 他不是讲说他会Flog 他是讲说Most Improved Player 只是就是 我觉得Marsial 像你讲过去三个季节 一样问题一直在发生 一直intred 一直没有上场 稳定的上场机会 一直没有稳定的上场之间 导致他一直找不到状态 所以 可以讲 可以讲之后你要讲 就是Ashi可以是 表现最差人的 最后是三个里面中一个 如果你要算这个进去的话 因为他的Flog 他讲对了 这几个战都没有中啊 都没有中啊 哈比Adias算有中啊 没有啊 没有啊 我要讲的就是他中的是Flog 的season啊 这个你肯定认同啊 Diego Carlos啊 这个我们一直在销啊 前面一直在销啊 你早早就讲中 他是讲Diego Carlos啊 他的Sunderback Arston Villa这个Sunderback 就是一开始表现不好就酸了 然后之后早早就赛季爆笑 不能 他赛季爆笑 你不能讲他是Flog 的season啊 这是受伤很unfessional的事情啊 我还以为他讲Richardson Richardson Richardson是Roy是吗 Richardson是Roy Richardson是Roy 没有错 Roy超级讨厌Richardson 我差一点讲Richardson 超级讨厌Roy 确实 互相啊大家 他们都是互相讨厌 是啦是啦差不多啊 呃 然后我跟你讲 最后这边Isaac 因为他没有讲这个Flog 因为他打不出 然后他又抄你的这个三球 所以 勉强来讲 他是两个中一个 你知道他的这个 MOST IMPOLED PLAYER O SEASON 另一个是谁你知道吗 他好像是半开玩笑的 状态讲出来的 他讲的是Marcus Rushford 那时候你还嘲笑他讲说 Russet只要可以在场上啊 走个两步 进一个球就可以了 就MOST IMPOLED O SEASON 结果 大爆发 这样这样子讲下来 这样子讲下来 这样子讲下来的话 他这个如果 如果你真的算这一个的话 他是我们当中 predict到最准确的 我们应该没有任何一个prediction 比他的这个还要更准确 确实 确实就是我们全部的Flog 都是可以再更惨一点 因为如果真的要讲这个 整个时间最差 最差这个Flog 的话 应该真的是Russet 没有错吧 你应该可以认同我吧 呃 除非你现在想的出比的名字 因为我觉得我们三个人 讲出来这个名字 所以 好像好像可以比 好像我就好像可以比 可是Russet 双倍价钱 然后Russet 一个赛季 Modric是半个赛季 确实是可以比 也差不多 真的 可是最后 欧拉来讲我觉得我们的三个 这个Flog 都没有说到 很惨很惨 真的最 猜到最准 像你讲的真的是Isa 这个Russian 像我讲他是半开 好像要讲出来的 啊 可是他这个赛定 有些是很无聊的 就是那时候是 我觉得蛮好讲的 就是Gabriel结束结果 Gabriel结束我觉得可以算进去 算是一个很接近Flog 的其中一个球员 我觉得受伤太久 然后 进球荒野有一阵子 不过没有到Flog 就是有点接近这个边缘的 可是 就是 然后像你讲的 你的这个Signing Osseson Dwight Manual 还好啦 也没有说到 只是就 我觉得 为什么那时候你讲出Dwight Manual 我整个傻眼 我讲 蛤 我那时候纯粹就是 那时候纯粹就是Banter 是不是 他那时候好像是Free Signing 是吗 不是 他是Free Signing 还是Under 5 Relegation Clause 就是很便宜 就是很便宜 对啊 所以有时候我就讲 他Flog也不会 也不会让 我我选他就是 他Flog也不会Flog到哪里去 他好 不会到特别好 他差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可是我就 我就还蛮好奇 我们现在没有 是因为我们不要 不要讲那个很明显的答案 完全没有人讲到哈兰吗 是啊 就是没有 我们故意 没有 这也是一点破 破 破这也是一点 我觉得我们 为什么没有讲到 好像是因为我们全部都是一致认同 就是哈兰很大可能性会 赢下来的时候很多人都没有讲 所以我们才讲说就是 就选下 而且那时候 那时候我讲 为什么讲会讲时候 Signing Season 主要也是因为说 因为Isa一直打不出Flog 跟这个 MOST IMPOLED PLAYER 其实他想不太 我给了他 我们全部人转了一圈 他还是打不出来 我就讲说好啊 这个很容易啊 你不要跟我讲你讲不出啊 结果他还是给了一个 算是蛮无聊一个答案 不过 算是当时算是make sense 只是就 难为他了 反正 下一次有机会 我们再抓他上来 下一个赛季我们再教他 再教他 这样问他这样子的问题 我们一整集 都丢问题给他来回答 我们要有一集埃萨克的集 你直接全部直接抛转他 让他回答 不过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也是 聊了蛮久 一分钟 不是一分钟 一个小时半 一个小时聊这个 最后半个小时来聊我们这个 season的这个 prediction 外来讲 我觉得这个赛季算是蛮一个蛮精彩 蛮让人大跌眼镜的一个赛季 因为 我觉得很多球队就是没有 你觉得他没有觉得说他们会relegate 然后你没有觉得这些球队会有机会 在争冠阿生的可是当然就是没有赢到 只是就是然后你不会觉得 敲锡这个赛季会惨到这样惨 然后我自己觉得这个赛季算是蛮让人大的眼镜 只是最后这个结局 算成英超冠军好像没有让人特别惊喜 只是接下来就看他们有没有办法锁定这三贯 就看你们聊两天后FA Cup Final 然后这个节目上的时候剩下一天的这个FA Cup 就是FA Cup Final 然后一个礼拜后的这个Cheministice Final 看Intel 不过我觉得我是只能看你们了 我这一些每一集的这三贯论组 后面我都在讲一次就看你们了 让交易自我介绍一下 我们就准备结束 如果你们有看这个video那个YouTube 你们就会看到刚才做这个肩膀的这个动作 我我我今天才刚刚录完这一个赛前前走 我就已经讲了啦 慢车不至少赢个3比0 对得起自己吗 破坏了这样多financial的这个规则 打破这样多这样多难看的记录 sport washing这些东西啊 破坏这样多的规则 洗这样多黑钱 如果你们都没有办法面对到没有Vanderbeek 没有这个没有LeCard Martinez 没有Marshall 然后没有Saviza的慢连 然后我们唯一一个可以换上场的前方 是一个不会进球的web course 面对到这样子的慢连 你没有办法大炒我们一个3比0 4比5比0的话 那么你们真的是赢了吗 定 定 Marshall 好啦